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再聽一下下面的介紹 好的 謝謝瑞川集團海外部郭經理的講解 那經過郭經理的介紹 我們也相信台下的朋友們對泰國學區房子也有了一定憧憬和嚮往 那接下來我們接著有請項目合作方包總監上來給大家講一下 東南亞投資制言還有泰國買房的一個政策 那有請包總監 大家好 好多的朋友都是我的老朋友對吧 我可不可以做個調查 已經買過我們泰國的房產的朋友可不可以給我舉個手 一位 兩位 三位 四位 攝影機只有照到我的臉 沒有照到你們 你們不要害怕 因為很多客人跟我講說來這邊怕被我們弱了 你放心 攝影機只有投螢幕沒有照到你們 對 其實還蠻多的我知道大家都不好意思舉手 因為我看到臉都知道你們都有買 上次我在上海的時候呢 我忘了講這一篇喔 後來我幾兩天反省了一下 我覺得我還是需要講一下這一篇 就是中國買房跟泰國買房的一個區別 一個差異化 因為坦白講 我做泰國這個行業 大家其實很多人認識我也好幾年了 有時候三年前 四年前 就開始在跟我買房的一些老朋友 所以我就疏忽掉了我覺得說 是不是全世界都知道 泰國買房跟中國買房的一些差異化區別在哪裡 後來我想想 我覺得還是有一大半的客人 他是今天才剛剛來聽的 他還是需要聽一下這個東西 那如果已經聽過的朋友 或是已經買過的朋友的話 你們就包含一下 讓我再摸嗦一下 好吧 但是我今天講這東西 屬於政策面的東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首先呢 我們先來講中國買房 中國買房 因為本身大家知道 我不是大戶朋友 是台灣來的 所以如果我講的不好 大家要不要再給我指證 我要跟你們討論一下 首先呢 就是呢 我們中國買房呢 哎 這個 這個是不對啦 這個 下次PPT重新做一下 這個應該是問號 怎麼會持續下跌 北京上海的房子有跌嗎 沒有吧 我就上海外很多朋友 都沒跟我說有跌了 這個不會的 不至於的啦 我覺得是不至於的 但租金回報的話 這樣子差不多吧 北京的回報率差不多這樣吧 我那以前同事啊 上海同事在楊浦區 租一個那個破爛公寓啊 12年的房子 90平米的兩房的 售價700萬人民幣 他原財富5500人民幣 我就看說 哎呀 某某同事 以後要是老啦 姐想在上海給你買個房 歪 你要是沒有降出去怎麼辦 他就跟我說 姐 上海房貴是很貴 租還是租得起的 租金才1%而已 他傻哪 我還能多待幾年在您身邊了 由此可見 上海的房子 北京的房子 租金其實並不高 但是賣價很高 這個對不對 對吧 租金是很低的 那英文那個同事他租5500人民幣 你們算一下 乘以12個月 處理700萬人民幣 我上次算過大概1%左右 1點多% 跟錢放在銀行來講 我知道我們大陸的人民幣啊 放在銀行的這個定存可能還有2% 所以大陸的房租是比定存的 這個%數還要更低的 這樣對嗎 這樣對 好 那產權情況的話呢 在我們中國的話是70年 40年到70年 這個當然可能有分有一些就是所謂的 就是什麼商業產權 是吧 商業產權跟住宅產權 對 所以這個跟我們台灣情況又不大一樣 因為我在上海的時候 我有一個客戶啊 一個張姐姐 她就說啊她買了兩間商鋪 然後那幾年都沒有賺錢 然後買住宅啊都一直賺錢 然後我就買頭問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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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跟我們台灣又不一樣 台灣那個店面啊 店面可是肥呀 你要是有一間店面吃三代 台北市 這邊看位置是怎樣 所以以後是三代 是是是 各種部隊 然後我那個客人就說說 哎呀我的店面沒有賺 但是我住宅賺很多錢 然後呢我也聽了幾個朋友就說 啊在上海的話住宅就就很好 這個這個翻價格 是不是這樣子喔 所以這個是比一般國情不同 我們把中國跟泰國這邊也來做一番討論 那中國的話產權一般是40到70年 那坦白講從開始你們可以買房子來講 也還沒有到70年 那也不知道70年後會怎麼樣 這我們也不討論了 好嗎好那再來就說啊 按照這個面積來講的話呢 在中國是按照建築面積機價 然後有公攤 這個台灣也有 在這個泰國是沒有的 好那我們講泰國買房 這個是預估啦 那這每個城市也有他不一樣的一個情況 然後呢租金回報率的話 現在這個大家目前市場上也很知道 像我們胡宗 是我的其中一間公寓的鄰居 然後呢還有哪個姐姐 謝康麥何先生 是我另外一間公寓的鄰居 欸這邊都是我的鄰居耶 好因為我在曼谷就有七八間公寓 好看來就是我的鄰居來通常 所以大概平均是有這樣的一個出租回報率的 然後泰國的話呢 也是跟台灣一樣他是永久產權的 好那我們外國買的話 就是可以買整個小區的話 買一半不要超過49%以下 黑蘭曼給我們外國人登記做永久產權 拿護照就可以買了 那另外的話就是我們中國的話呢 是用建築面積的來計價 有大概20到25%的公開面積 台灣更高台灣這幾年 因為前幾年台灣大地震 所以建築法會把它修得很嚴格很嚴格 防火逃身體要兩隻電梯要兩步 然後樓梯間電梯間面積淡了一大堆 所以台灣的公開面積可能高達30幾% 很可怕的 你買一千萬的房子 三百多萬都是拿去買公開面積的 大陸的話應該是25%上下 好聽說的 那在泰國的話呢 就是完全沒有公開面積的 而且呢游泳池健身房呢 都是可以免費給你使用的 好停車位的話呢 也都是免費使用 也不用另外花錢再去買車位 欸北京的車位要多少錢 20萬人民幣要不要住家來講 不只啊 不只啊 好可以看我來這裡又學習了 多好都喜歡來中國啊 對不對 可以學東西 那不只那是多少錢啊 30萬人民幣 一個車位 喔喔喔喔 那就可怕了 你一個車位 我這個康黃TU才50幾萬人民幣 就可以買到一個你們 對不對 中價位的車位了 就是這樣講 對 泰國的房子就是你們買的車位的價錢 我又可以得到一個答案啊 好的 那再來就是裝修的情況 中國的話呢 毛黑房大概也不是每一個小區啊 但是可能就是說 可能沒有像泰國裝修的那麼精緻 等一下後面你們可以看到我們 今天帶來的箱子的一些藥板街 你們就知道了 那泰國的房子的話呢 一般啦 因為泰國人比較好 你也知道就是比較悠閒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aggressive 他們就是在這個裝修外面 他們開發上做啥 他們就去住啥了 比較單純一點 腦子啊就是比較簡單 比較單純一點的 所以他們一般都是 開發就全部跟你做好精裝修 而且呢 有的話呢 某一些項目會有帶這個冷氣 冷氣一般來講是標配比較多 然後呢 厨房 衛生間 地板 天花板這個基本是都有的 那至於家具的話 他們就去買項目來看了 就不一定了 好 那至於銷售情況的話呢 這個在北京的話 你們在台下就已經比我還了解 就我們這邊就沒有答案了 我也說不出來 大概是十萬人民幣 到二十萬人民幣 每人民都有啊 是不是 平均啊 好居家 十到二十萬人民幣 我上次住那個雅詩格國貿那一棟 叫做什麼 繁越什麼 108的那一棟 聽說 聽說那個 某明星在那邊 我們這邊都不能講名字的 好 在那邊遊遊街好像就是二十萬人民幣 那在我們泰國來講的話呢 啊 目前來說大概差不多 三到五萬人民幣 左右每平民 但是是不帶公胎面積的單價 好 三到五萬的均價 然後首部的話呢 那一般市場就是三十左右 好 那稅務情況的話呢 這個中國的話呢 目前是沒有太多的法務稅幣加稅啊 只是一直聽說聽說聽說 但是都一直也沒有實行 只說以後要實行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泰國的話 然後他就是過戶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買賣雙方百分之二 買方跟賣方各百分之一的一個過戶稅費 但是往後呢 就沒有任何的一個持有稅 所謂的持有稅呢 就像台灣 台灣就是有持有稅 我才跑到泰國去買的 因為那個台灣政府 每次動不動就叫我去喝咖啡 跟我說 包女士 你這房子好幾間喔 哪一間市民自住的 你能跟我說一下嗎 你要不說的話 我就全部給你算上一頁用的 房屋稅加定價稅 我一年什麼事不用幹 繳了幾十萬台幣的房屋稅定價稅 結果我現在連住也沒住到 還住在泰國 多倒楣啊 是吧 那我們泰國就沒有這個問題 好 房屋稅定價稅 泰國目前為止通通都是沒有的 而且遺產稅也是說說而已 也沒有真的實行 所以大家都不要害怕 而且實行的一些細則呢 在討論的法案是五千萬泰鎚 還以上 才有可能被科到遺產稅 泰國的政府目前是在討論這個細則 那五千萬泰鎚啊 所以要我看完 你會買幾十間了 對 Cornor那天買好幾間了 Cornor那天大姐買了 在我這買了兩三間 都還不到五千萬泰鎚 不要怕知道吧 好 所以還是泰國這邊比較接近人性化 好的 那首付的比例花在中國的話 是30%到60%左右 泰國的話呢 是25% 30% 35%的首付都有 就大概是平均是30%上下 這個資料的話 我們也是從網路上大概抓下一個 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請由我來去做一些解釋跟示範 那付款的時間的話呢 是簽合同的話呢 這個東西呢 這個其實我也是來中國 我才開始理解的 胡總你們在中國買房 是不是簽合同開始 如果你要帶門帶一半的話 就是從簽合同開始起專利息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啊 什麼時候開始起專利息 好 但是 好 但是那個時候已經交房了嗎 是吧 對的 對的 我這個老朋友做好解釋 就回答我的問題了 這東西我也是來中國才學習的 我在台灣也不知道我這件事情 台灣的貸款跟泰國的貸款 其實也是差不多 我們先講泰國 它本地也可以貸款這件事情 他們是房子已經拿到了 這個完工執照之後呢 才可以把它遞交給銀行 大家在這之前呢 銀行會來跟我們去做一些對保的動作 我們也要準備一些文件去給銀行送審批 但是呢都是到房子有完工執照 開發商把這個完工執照 遞交給銀行 銀行才會撥款 給到開發商 但是一到我們剛剛中午是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買預售的期間你簽完合同 拿到銀行的審批許可 下一個月就要 承諾喊下個月就要開始起算利息 但是房子裡看到完工執照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交花 對 所以就是我來中國 我也跟你們大家學很多的東西 跟大家報告一下 國外的狀況是怎麼樣 泰國他本地的貸款也是一樣 跟台灣的情況是一樣的 他一定要看到這個完工執照 銀行才會把這個款撥給開發商 同時撥完款給開發商 才開始起算利息 我們才開始繳利息 大家知道這個區別嗎 如果有不知道等一下自己下可以再問我 這東西有時候有些有點難理解 好的 那在泰國這邊同時我剛剛已經講完了 首付30% 那如果說以我們外國來講 目前大家沒有工作簽 那我剛前面講的這個泰國本地人的貸款模式 或是有工作簽的我們外國人的貸款模式是那個樣子 但是如果說我們要是沒有工作簽的話 我們就是還是要付全款 但是全款怎麼付呢 在我們現在買房 假設我們就我們舉錄這個例子好了 我們是預售的項目 我們叫七房的項目 我們剛剛開工 然後兩年交房 那現在買房的話 就是付一個30%的首付 那實際上的70%呢 就是在我們2021年大概6月份的時候 交房左右 那個時候再付一個70%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30 70很簡單 但70%的話是兩年後 或者是說交房的時候 之前一個月才付掉所有的尾款 就這麼簡單 然後物業費的話 在中國呢 我聽說物業費是很便宜的 好像有的小區是2塊 還是3塊人民幣的物業費 所以呢每次我跟人家講說 我物業費是太多啊 可能是10塊人民幣 或者是11塊12塊人民幣 客人都會有覺得有點貴 但是呢如果有買過房子的話 我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們就能夠明白了 那泰文的話 第一個游泳池 健身房 都是免費使用花園 都沒有算公開面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啊 泰國這個樓梯街 列廳街啊 可乾淨了 非常的乾淨 常常比我家裡頭還乾淨 有時候我去帶個人一個禮拜 每天晚上一瞅一瞅一瞅 用人他沒有我家鑰匙 他也進不來 就變成我家裡頭 比外頭樓梯街還要髒 泰國那個打手的阿姨 那個物業公司 明天早上在拖啊拖啊拖 我常常打著刺腳 因為我們每一層樓都會有垃圾街 我常常從我家走出去打 打著刺腳去丟垃圾 這個樓梯街很乾淨很乾淨 加上你游泳池健身房 都是免費使用的 游泳池要不要放水 要啊 健身房要不要開冷氣開店 要啊 對 所以這些物業費的話呢 其實呢我們認真給他算起來 我們都用得到 其實一點都不會 然後呢車位的話呢 也是幾乎是 平均一個小區 有50%的停車位 就跟我們周小姐回答我的 在北京可能三五十萬的停車位 你在泰國你也不用花半毛錢去買那個 停車位 對 就全部都算在這個清潔費 物業費裡頭了 好 那往後的每一年 除了這個物業費 每平米 好 像我們這個消耗好像是55株左右 一次性繳一年之外 往後每一年都不再有私有稅額 嘿 我跟你們講我就是為了這樣 我來泰國來忙 讓台灣人們會算嗎 台灣人剛剛不是講過 我每天躺在家裡 你不用幹什麼 房子在地下 所以哐哐哐一堆帳單 炸得我滿眼驚心 我就很不爽在台灣買房 所以我就跑到泰國去買了 嘿 我就是為了這東西 這樣知道了吧 當然 賺的錢 繳的稅給政府 台灣也是高高高高高高高到不行 就是讓我各種的討厭 所以我就跑去泰國買房啦 這就是我最早是泰國的原因 大家你們也很想知道 對不對 好 那這一頁大家有什麼想要問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跳上去講下一頁囉 對 好 那這邊就是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泰國買房呢 跟其他鄰居的國家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像在北京啊 上海啊 這些地方 大家接觸到 像我們中方產說明會 其實可能也很多 對 我們在座的有些同業啊 這幾個國家可能都有做 對不對 那如果說假設我們 以最上面這個馬來西亞來講好了 有沒有同業 知道馬來西亞 他的基隆坡 是怎麼個買房的 門檻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 蛤 蛤 不是 不是說他的門檻 他的金額有門檻 他給外國人買房的政策 對 他有低標 大概以我們用泰鎚換出來 因為我們從泰國來的 假設我們用泰鎚來換算 最低標的話 大約是一千萬泰鎚左右 最低標 一千萬泰鎚 大家可以買我們這家開發商去年的項目 CORNER這種頂級的豪宅 一千萬泰鎚 你說在這邊有一千萬泰鎚 現在差不多兩百萬左右的人幣 你是不是很多國家都可以選擇了 對不對 但我們也沒有說馬來西亞不好 只是他的門檻很高 那在我們泰國的話 就以我們今天帶來的這個項目來講 才五十多萬人幣 他比較是人人可以入手的一個 比較門檻比較親民的一個下規 就是泰國的這個項目的話 他的房價的範疇是有一些差距的 但是馬來西亞就是像這種這麼親民的價格 他是不給你外國人買的 這樣多我的意思吧 好的 這是馬來西亞的部分 再來讓我們來聊聊柬埔寨的部分 有沒有同一做柬埔寨 跟我們分享一下柬埔寨的優缺點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我就要講喔 柬埔寨呢 我在巴提亞有一個項目 是別墅的項目 大概是一千萬人民幣左右 我們賣了五套 五套的話呢 都是一掛從柬埔寨那邊做生意的客人 來跟我們買的 為什麼難度我們買的 你們知道嗎 他說 這錢啊 要回中國不容出去 對不對 那他放在柬埔寨呢 你就放柬埔寨就好了 他不放柬埔寨 他就說他不敢放 對不對 因為 要去問那個客人本人 這有錄影會不方便講太多 就是不方便放柬埔寨 欸 他放那邊就不見了 我就問他 那你在柬埔寨這邊有買房 他自己住的公寓有買幾套 那多的錢 他就不敢放太多在柬埔寨 因為他那邊的房價是用美金計價 你想想看 一個國家的開發商 他不敢用他的本國貨幣來計價 這國家房子你敢買嗎 敢不敢 我寶姐不敢去 我這行業做30年了 我很難小 所以說你們有空 要去看可以去看 但是我個人大概不太敢去 對 我不敢去的地方 我也不敢帶大家一起去 是吧 好啦 對啊 不要到我私心碎了 對不對 把我這老臉給砸了 沒必要是吧 賺你才多少錢 好 再來我們來講一下越南 越南去年呢 跟我們家同事呢 放那去那個 胡志鼎市去那邊賺了一圈 去那邊住了個七天 他也請了一個導遊 讓我去那邊賺一賺吃吃喝喝 東西坦白講 有些餐廳還是挺好吃的 反正我們眾人也不會吃路邊 他也不會吃到什麼難吃的東西 而且還請導遊 肯定不會踩到地雷 住也都是住五星級酒店裡面 可是啊 你去那邊外面的大門路上 剛才沒講到債債債債債債 在我幾年前去過五個窟 那個真的五星級酒店裡面跟外面 你就覺得它是兩個世界 對 兩個世界 另外一個世界 你們就自己去想像 過了兩年我弟弟又要去了 我就說弟弟啊 你去那裡跟他玩那個大習慣 那五星級酒店裡面跟他一樣 那麼有錢玩 都不知道去哪花 按摩一次十塊錢美金 而且還就一個一家店 而且還要保留待你去預約 然後你不能自己去逛夜市 不能自己去酒吧 不能自己去按摩 不能自己去幹嘛 哇我就快瘋啊 我沒有自由 我就死了算 對 而且一口浪只能花一次 按摩四十塊美金 什麼錢都不能花 出國旅遊 我不花錢 不解你做得了嗎 不是 住在我們中國還隨便花呢 淘寶 我跟你講 我在泰國也是 前兩個月餐廳不到 我在家裡我才去網購 送來家裡給我 東西送來家裡給我 我就要去買 我就要去花錢 不給我花錢 我還去哪個國家 玩啥玩啊 怎麼玩啊 但他沒有辦法 我就是五星級酒店裡面 跟外面就是兩個世界 後來我弟弟過兩年要去 我就跟他講我的經驗 你知道我弟弟有沒有跟我說嗎 我弟要去東哥庫嗎 如果你們知道是文化母機 我跟他說 我說那地方好玩嗎 對啊 我覺得沒什麼好玩 晚上出去錢還沒得花 我就把剛剛我跟你們講 我就跟他說了一遍 你知道我弟怎麼講嗎 弟弟說 姐 我跟你不一樣 東哥庫是文化的地方 你沒有文化的姐 他還是決定要去 他比較有文化 所以回來未來跟他說話 我沒文化 我去不了那種地方 對晚上都花不了錢的地方 我去不了 我能去的地方很有限 越南 剛講越南東西很好吃 然後讓我們去玩 我也就看了很多香樂 但是呢 越南又讓我覺得 會很怪的地方 第一個他五十年的產權 他沒有永久產權 他對外國人買方的政策 兩年前三年前才開發 因為國家太重太重太重啦 從幾十年前給法國打 法國打完跟美國打 美國打完跟中國打 哇 這國家有勇氣啊 世界三大股 他全打過了 利不厲害 利不厲害 你們可以跟我講講 誰有這麼牛逼的嗎 法國打完打 美國 美國打完打中國 對不對 太牛逼啦 我太佩服他 所以太窮啦 窮死啦 這窮的沒話說 非常非常窮 所以他必須開放給你們這些外國人去 收你們的這些 賺你們這些美金嘛 不然他國家窮了都快垮了 你們有應該跟我朋友去那邊看過 他現在大發商都是哪一國人 有越南本地的嗎 極少 新加坡 中國人怎麼卸去呢 新加坡 日本 俠港 的最多 日本 日本最多 日本還幫他們蓋 地鐵 日本這是一個好國家 泰國的地鐵也是日本人蓋的 泰國的高速公路也是日本人蓋的 你們現在在跑的那些高速公路 日本人還在收泰國的過度費呢 多聰明啊 老子多好使啊 收了好幾十年啦 對不對 什麼都是日本人蓋的 越南也不另外 他地下有的隧道還是日本人蓋送給他的 你看日本蓋送給他就送給他了 嗯 日本人對越南人 你對泰國人還好 還沒有送過度費 結果越南這個國家啊 真的是窮到啊 跑去來一個柵欄去收給他的過度費 日本就生氣了啊 說 你得把這個過度費這個柵欄都撤掉 這是我日本送給你們國家的 加貴你們的老百姓的 那日本想要跟越南友好嗎 可能都是想過去那邊投資什麼之類的 最後不得一台之後把它撤掉 導遊講給我聽的 好不好笑 非常好笑 他的外資政策 這才最近這兩年才剛剛開放外資金 去買外國人的份額 而且他的外國人份額啊 是三七 大家知道泰國是四十九跟五十一 對吧 四十九他給我們外國人買 但泰國的四九五一呢 跟越南的三七是不一樣的 我們想要去假設交房之後 四十九他的外國人份額 如果還沒有賣滿的話 就可以一直賣賣賣賣賣賣賣 最高永遠不要超過四十九趴就可以了 什麼時間點都沒有關係 都可以交易 所以說我們現在外國人買的份額 以後可以賣給誰 也可以賣給外國人 也可以賣給本國人 無所謂 隨便賣 就叫這個小區不會超過四十九趴就可以了 他在初期就沒有超過四十九趴 往後也不可能超過四十九趴 所以我們就不用擔心高枕無憂 但是你買越南的房子呢 他的規定就很死 如果你初期第一次的外國人份額三十趴 如果你沒有賣完的話 如果你只賣了百分之二十 那不好意思 這個小區到先房之後 他永遠就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外國人份額 你就沒有辦法再賣到二十一趴 二十二趴的外國人份額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對我們外資去投資很不利啊 為什麼流通性就會很差 懂不懂流通性就會很差 因為他的外國人份額的話 他讓我們比較 weak 就是說你在買預售的時候 你就要把三十趴買滿 如果你三十趴沒有買滿 假如這個小區第一手的時候 只賣了十趴的外國人份額 這整個小區 就只在對這個小區 他永遠就是只有十趴的外國人份額 對要不就只能去買一手的 買二手的話就風險大了 對對對對對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睡 你有沒有看錯他簡訊 然後去越南看過了 睡幾趴 然後去玩 你也了解一下 你也了解一下 越南的睡也很高 我也是跑去玩的 聽說是幾趴呀 有沒有人知道 越南的睡是幾趴 這裡有過做越南的同業 我聽到好像十二趴吧 十二趴 對對對 他跟我一起去了 當年青腦怎麼樣 好時就問他 稅很高 對對對 最主要是他不會活絡 他對你外資的限制很多 只給你五十年的使用權 加上啊 你錢進去你還出不來 本身他還是共產國家嘛 換我講他高度的外匯管制 嘿 這是一個我覺得最可怕的地方 你錢進去了 請問你從 越南怎麼出來 泰國就很簡單 泰國你就賣房 賣房你就把錢 拿到你的戶頭了 你只要把他結會成美金 匯出去 你就拿你的賣房的證品 拿去銀行 不要折現你馬力接 你現在賣的那間新航安 你就把錢 拿到你的泰駐戶頭 然後你就拿 你的買賣合約 英文版就可以了 給銀行看 銀行看一眼 就知道你結會就結不去 就這麼簡單 你只要可以提出證品 沒有外匯管制 也不要說限定 你一定要被發結什麼 沒有那些外匯管制了 對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前面那個傑谷在那個客 他還是前面 沒有想要回中國啊 但是他放了解骨灘 他又覺得不安全 他就放去哪裡 放去泰國 他覺得全東南亞 泰國是數一數二 安全的地方 他就跑去那邊 買了一間一千萬銀幣的房子 他覺得他進可攻退可守 反正他從解骨灘到泰國 禮拜六 假日來運假也很方便 他自己用也可以用得到 自用也可以用得到 錢放在那個房子上 他覺得又很安穩 又很靠谷 所以說他就跑來買了一下泰國的房子 所以有一些朋友在周邊國家做生意的 都跑來泰國買 你還會去買那個國家嗎 這樣懂意思了吧 好的 那今天我就先講這兩篇 那接下來把主持方 換給我們的主持人 謝謝大家 太多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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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